一诺皇子毕竟是东夏难得的军事高手 他用最短的时间分析轻利弊 做准确决断 虽然东夏军队折兵损将损失惨重 性位动到根骨 在吴将军的追击下又丢下两千多具尸体 寒奋退至通阳城 闭门守城不出 叶昭逆转了攻守局势 大获全胜 却悄悄的捂了捂小腹 他咬紧牙关白着脸 拳头紧了又紧 忍痛命孙副将带赤侯队及先锋骑兵先行 自己带大军稍作整顿 驻扎青阳阵外 索性他肤色较黑 兼众人被胜利的许悦冲昏头 敲锣打鼓的 搬敌兵丢下的军粮 救治伤员 并未注意到主帅神情的不对劲 叶昭井井有条的安排完所有事项 走入帐篷 斜斜坐下 发现球裤染上血水 不太像往日溃水来之的情景 心下存疑 本想忍忍在看 忽想起临行前遇尽千钉万主 说他体寒为了早日康复怀胜孩子 不准睡雪地 不准喝凉水 对这种事更要谨慎对待 他犹豫片刻 终于换来秋水吩咐 叫俊一来 秋水也是个傻子 愣愣的上下打量 将军 你受伤了 伤在哪 叶昭想了很久 想不出理由 板着脸说 少废话 让你叫去叫 随便抓过就好 别惊动大家 秋水给他瞪得一机灵 急忙溜去金衣墩的帐篷 每逢战事结束后 都有大批大批的伤员 长穿肚烂的 断手断脚的 多严重的都有 全部金衣都忙得慌 他们说话是嚷的 走路是带风的 眼神是不看人的 秋水谨记将军的吩咐 不敢高声叫喊 让别人知道主帅受伤 便在旁边左看看右看看 好不容易看见个 略闲下来的年轻军衣 便冲过去 捂着他的嘴 直接拖去旁边 严肃道 收拾好东西 跟我去见主帅 所有将士都在讨论 叶将军武功盖世 打仗虎虎生威 别说受伤 半点油皮都没刮破 真乃天人 可怜的军衣想了想 招见理由 哭了 姑奶奶饶病啊 上次偷偷都赌钱 是李家老四带头的 谁跟你说这个 秋水一巴掌 打去他脑袋上 神秘莫测的 将军受伤了 啊 军衣张大嘴 没听说呀 全军队都知道 叶将军打仗 从不看军衣 小毛病自己胡乱上点药条理 唯一一次伤到背部严重了 也是军师加两个亲兵处理的 如今找上门来说明 秋水更神秘的说 暗伤 然后又自作聪明分析道 肯定问题大了 我看见将军换下来的裤子上都是血呢 咱们偷偷来偷偷吃 千万别给别人知道 免得影响军心 好好好 能给叶将军看病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荣耀 将来好说嘴 年轻军衣亢奋得浑身颤抖 他魔掌擦拳 抱起药箱 一马当先冲出门外 边跑边拍胸脯 对小姑娘炫耀 别看我年轻 我父亲可是大名鼎女的王一手 我八岁就跟他学医 在军营长那 最擅长皮肉伤枕 砍腿断手 无所不能 军理大夫的医书 他认了老大 我就老二 秋水听见他的乌鸦嘴 只恨不得再揍两巴掌 两人冲去主帅杖 却见地上丢着个开封的小锦囊 上面功功整整的写着锦字 夜昭左手拿着毯子 右手拿着张写满字的小布条 一边看一边嘀咕 先要保暖 再喝鸡蛋当归姜汤 喝红汤水 真麻烦 小王军医放下药箱 匆忙问 将军上哪了 秋水收取燃血的球裤 竖起耳朵在旁边听 夜昭伸出手腕 木然道 大约是内伤 真迈 小王军医看了他半上 方伸过手去放在脉上 左看看右看看 脸色变了又变 忽然跳起来 支支呜呜道 这买鼓鼓怪怪的 似乎到问题 看不准 可是叫我爹来吧 他经验丰富些 我呸 秋水比一道 还老二呢 小王军医想反驳 又找不出理由 额上知冒汉 硬着头皮道 我在军中多年 从没看过这样的脉象 太奇怪了 准是一难杂政 将军死于战场上 也就罢了 是死于肚子痛 就丢人丢大了 遇到大夫都判断不了的疾病 夜昭紧张起来 他终于放下面子 不再死撑 让秋水去将老军医 暗地请来 老王军医气喘吁吁跑来 骂了两句自家小兔崽子 然后伸手探麦 探了一会儿 他不敢置信地 看着将军的脸 视线滑落 看他的胸 再慢慢往下滑 死死盯着肚子 又按着麦 重新探了一番 然后张口结舌 半天说不出话来 神情诡异的 就好像见鬼了 两个大夫都是这种古怪表情 莫非真的要死了 秋水给吓得失神 夜昭满脸茫然 老王军医问 将军最近馈水可准 夜昭答 没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 以前打仗的时候 也时不时会停一两个月不来 老王军医再问 将军最近胃口是否有变化 给阳士他们灌出来的 老王将军再问 将军最近是否实施作呕 晕船吧 老王将军问 将军最近是否胸口胀痛 衣服坐小了 老王将军问 将军最近是否 夜昭不耐烦打断他的话 有话只管说 少婆婆妈妈 还像个当兵的吗 不管是什么问题 老子受得住 只要能再让身子 撑几个月 把杖打完 什么都好 不 将军是有 大战在即 主帅有孕 老王军医哭丧着脸 实在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有了 夜昭还在忙人 有了什么 老王军医还在之物 呦 呦 原来是有喜了 在旁事后的小王军医醒悟过来 一蹦三尺高 他欢天喜地的对秋水炫耀 我就说那古怪卖校 怎么从未见过 原来是应在这上面了 大妹子 这可不是我学医不经 而是军中都是老爷们 什么时候有过孕妇啊 嘿 多亏将军是女人 给咱们见到开天闭地 投一遭 有喜 秋水尖叫一声 迅速捂住嘴 不敢吱声 夜昭愣愣地看着兴奋的两人 又愣愣地将视线转回老王军医身上不说话 老王军医肯定地点头 常常叹了口气 将军这胎有两个多月了 没注意保养 差点滑了 所幸老天庇佑 还没出大问题 我给你开两个方子调理一下 还救得回来 但胎盘已经不稳 再剧烈运动 就神仙老子都保不住了 夜昭不敢置信地伸出手 摸摸小腹 他曾无数次和夏宇锦私下商量过 他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模样 要怎么教养孩子 也预想怀孕生子会是什么情景 可真到了得到的那一天 他还是觉得整个人就好像在云中漫步 飘飘然的 周围所有东西都如梦幻般 不太真实 比起这梦幻的一刻 乱军围攻 在剑雨中穿梭 敌阵里强攻 和高手过招 刀斧加身 算得了什么 无论任何绝境都能冷静的他 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他真的有小孩了 夏宇锦和他的孩子 小小的生命在腹中孕育 用强烈的呕吐感向母亲证明自己的存在 残酷的战场上 他摇摇欲坠 仿佛转瞬即逝 自古以来 隐藏在每个女人骨子里的天性 在慢慢苏醒 取而代之的深切期望 他猛地意识到 自己不想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他渴望看见像下狱锦 漂亮聪明的孩子 想看见继承自己身强体壮的孩子 看着他牙牙学语 蹒跚学步 缓缓学跑 跟父亲学识字 跟母亲学习武 一天天健康长大 他渴望能重组向自己儿时的家庭 父母双全 儿女健在 家人团聚 每天回家可以抱着宝宝 重想天伦之乐 这一切会比做梦还要幸福 他想不顾一切 抓住这份幸福 可是幸福来的时机不对 怎么办 怎么办 天不怕地不怕的夜昭 生平首次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大胜之后陷入绝望困境 满城骁勇 他却孤独无助 因为准备 只能不知 猪独无助 那边 放下屁 毫尊 毫尊 是